好,講完一套很有啟發性的動畫 然後講一套好像有點啟發性,但我不太懂得到的 有什麼啟發性? 不知道,你懂書可能會OK吧 他沒有特意講一些書 他沒有講的,那些書是空虛構的書 我不清這套,我換大家的學合裝,開名了 一套青春喜劇 我覺得好看的 是否處境喜劇呢? 每一集都可以回家 很獨立的故事,總之何俠莊裡面的幾位人發生的故事 主角當然是宇宙禍城,如何暗躲他的學者 慢慢想和他組合關係,其他同屋的人 其他同屋的人就如何負責去搞破壞 主角是一個變態的集中營 他很希望脫離變態的集團 是怪人,不是變態 是怪人,怪人集團 很希望那個正常的高中新聞 但是大家都要明白,這句話在任何動畫裡面 是一支Fact 你只要說錯的話,是比任何的Fact 更加100%終日呈現的 就是你不會實現到這個願望 終其一生都是一個怪人處理員專家 不要終其一生,他一生還未完 如果他追到學者,一生都是 沒有人叫你住在那裡 然後他入了這個何合裝裡面 我們可以直接說人物 然後裡面有很多千奇百百的人物 就是女主角,阿律 就是一個只看書就不太理人的一個角色 文學少女 你這樣說一點 文學少女會吃紙 然後有個 成奇 就是一個 他應該是一個 Daw M 小說家 Daw M Daw M 小說家 是小說家 是小說家 變態 是Daw M小說家 M男 小說家是他的職業 不缺得個性 明白嗎 衣著頹廢 我容頹索 不提訴 你說小說家的飲料不會像風流汽廠那些 羅利控 那還有 人品好 繼續數位 華公就是上班族 一個經常被女 經常代入三國關係成為小三的人物 不是啊 他是一變成小三 中女 他的特殊技能是小三 看望尋找終生伴侶的中女 他不是中女是吧 中的 他二十到尾 好像說到他 沒有exactly 但你覺得他應該二十到尾 還有彩花就是大學生 然後他專門是 偷仔王 總之見仔 韓國代言人 然後還有阿婆 阿婆就是宿舍管理員 加計劃通 最主要骨幹 都是有五個不同性格的人 去交職的處境戲劇 那會是不同單元 主要主要是 他們之間可能 發生過事 和外面的人 和外面的人 會發生衝突 例如他和成出去工作 或者阿律和他同學的生活 即是他中間之間的交話故事 就沒有什麼特別 主線 生活向 但是很好笑的 小品形式 是一些很生活化的 可能你都會遇到的問題 嘩你遇到這些 他有些是很生活化的問題 我誤會大家見到一條 叔叔他跪在頭 看著你 你遇到龜甲火 他看著他都說他不是他手臂化 他只是幫小朋友 你沒見過大人幫小朋友嗎 只不過他的外形 認到警察叔叔誤會他是一個金魚佬 那他的行為是沒有錯的 對嗎 嗯 好現實 挺好 好生活化 這些不是抓錯了嗎 對 我誤會了我不好意思 又不是說有很多很突出的地方 沒有之前那幾多這麼突出的地方 就是他很鮮明地有他的立場在裏面 因為男主角都是屬於這類型的扭扭靈靈 其實就是 怪人主器 對他喜歡的女生 他是採取一個很被動的手段 很典型的 雙雀一刻 基本上我已經覺得是看著 雙雀一刻也是一間屋 但是你追的那個是管理員 我才知道 就是人車來的 被忘人 阿律也是管理員 阿律也是管理員 阿律是這間 他媽媽才是這間屋的屋主 他是管理員的女兒 其實他也是管理員之人 他是可以加租的 他是業主 不是管理員 有任何問題 加租三回合他一切 對答是很生活向的對答 就是你不要理 因為本身你說有一些 比較少少超負償 你是因為本身角色性格 做出來一些大 一些劇情 是的 劇情出來 但是 角色之間的交流 他們的關係的發展 或者他們之間的互動 真的是比較 近年來也算是中上 我不敢說中上 我又不敢說 即是同類型的這類型作品 很多時候你會看到一群 在講難解 數一下排音 作一下動畫 可能是校園片 那類的東西 這套都是生活片 但是他生活片 明顯是他比較奇怪的屬性 例如M男這些 其實是挺常見的 但是你說那兩位女生 女生那兩個 即麻功 麻功那些都算常見 那些有少少癡女 但是你說Saraka那些 其實是少見一點的 那麼Loma是一個喜歡看書的學者 其實他那些出來的組合 看得多 你會有少少癡 但是對比你平時看的 我覺得我會容易接受 我這樣說 我會看這套東西 我會覺得 看到我覺得 挺好看的地方 就是其實 每個角色 對著不同的人 他的談吐和他的態度 都是不同的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的動畫 就是什麼 因為那個角色的形象上 太鮮明了 他對著每個人都是那種態度 而裏面 你會看到 無論 學者認識到朋友 之後 對著什麼主角 和對陶合莊裏面的人 其實你會看到 他們的態度 是不同的 其實因為 年齡關係是不同的 因為平時看的動畫 都是全部 七一式都是高中生 青一式都是初中生 或中學生 我不同意 沒有年齡限制的 那班人 這套是 有中學生 有大學生 有出來的社會人士 是有不同的年齡 加一層 正常來說 你和平輩說話 和前輩說話 當然是有語氣不同的 這是很正常的 你覺得 書學生 可以叫他 前輩 要尊重的語氣 和一個歸甲 那他會被迫語氣 跟他說話 OK 應該說 他叫做什麼 他人際關係 每個人 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比較寫實的 就好像 有些就說 就好像 阿林那個角色 他之前是一個 怪人來的 當然就說 突然之間 你撞回一個 知道你所有 黑歷史的人 你當然覺得 哇大鑊 這傢伙還要認識 一個不小心 突然間 他爆響口 我就大鑊 我這個心目 就會毀壞了 就是為了不停的打擊他 當然 他又不覺得自己 會被人爆響口 這些東西 不知道 他老殘的 可能他是一個 不理 但至少就是 你每個人的角色 你會見到 就算無論之後 何合莊的人 採取那個態度 因為其實 在他們生活了這麼久 他都不太抵得 你這樣抵毀我的 裝友 和屋主 然後 他會有 不同的行動 你會覺得 來得來是 你看到整個關係 是舒服 不會突然間 有個不知道 人爆出來 告訴你 其實不是這樣的 或者突然間 有個女兒出來 抱著她 哎呀 你是要用相關的角色 他的角色其實真的不多 他都是圍繞那幾個角色 而 你見到裡面 是很深刻的 其實每一節 好像 講到外加 那類型的處境喜劇 劇情 麻功 又被兒子飛了 然後又被兒子飛了 有兒子又來約我了 然後又把兒子飛了 我要破壞你們 然後他每次回來 都說 我公司的女兒 又說 搞這個聯誼 聯誼 這些劇情是很多的 這些劇情 你會看到 這些完全是 每天都發同一種 勞騷那些 但是你 你這樣說 如果一套 很強烈風格的東西 用喬喬 不停地用 你會覺得厭 身房的領頭 但是 這些 所謂的 就是 她是一個正常人 她的生活就是 她的生活裏面 她就是 接觸這類型的人 她有這樣的需求 她當然會不停參加聯誼會 當然會不跟她衝逼 她有那個欲求 不是需求 故事裏面 我覺得套路是這樣的 我覺得 這些 她不同 說一些 盟系的所謂輕鬆向 又有一點點不同 她給你那個感覺 就是你如果 喜歡看盟系的輕鬆向 你跟網上學生會那些不同 摩上學生會那些是輕鬆向 OK 那些叫玉向 你的認知是有問題的 你的認知是 我沒有看那些東西 舉例而已 那就不要舉例了 故事就是 你不像 Italia 那些 輕鬆 但好像 不像PA 那些 有一點民氣 但有些 就是 這類型的作品 她的感覺就是 你真是 我真是說 香港最重要 你現在外回家 你當是 她是一部外回家式的 動畫 可以說是 不過只有12集 是啦 好 那我們跟著去下一部